歡迎繼續看台北大中華新聞 講到每一次我們中華的西瓜桌 總是興奮到來自各地的西瓜愛好吃 跟文化的實質好相交流 今年中華官文化局新歷的六月十號 說要在六港的文武廟 以中華在地的特色名称 三葉都在山頂元首 來基盤到離空離山的中華西瓜桌 六港文開始時快唱西瓜 以後離空離山中華西瓜桌 六月十號 將會在六港的文化書桌上最大頂頂 安公、正義、好運動 館長王匯比表述 五月齊五輕端午 端午節有到紀念哭完 也是四人節 中華近館三百年 這項秘書記台中華西瓜桌 四義中華在地的社名称三葉都在山頂元首 這位中華西瓜桌的主題 彰化有非常多的這個詩社 我們這些大師們都不斷的創作 然後不斷的讓它向下紮根 那端午節即將來臨 也是我們的一年一度的這個詩歌節 那我們在六月十號文武廟 會來舉辦我們今年的詩歌節 那裡面總共有五大項的活動 包括有詩詞吟唱 主辦黨委中華館文化球表詞 華東東港 只要完成五項衝刊人物 就能參加莫菜 歡迎大家在這個端午節競前 做回來六項讀詩、品詩、完詩 他會時俗衝刊華東 體驗古早市營斗菜斗主委 休憨先生王 大張新聞 中相中華 蔡航博德